我看有点好奇啊 这个手游的OA能不能打野 这个手游啊 这个野怪 只要你想打 那肯定是能打的 因为手游的野怪啊 简化过 以前你像杰斯瑞文这种英雄 对吧 进野区的话是很伤的 但是现在的话 基本上就无伤了 甚至这个游戏刚开服的时候 对吧 国服上线 那个时候还经常有人被野怪打死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不管哪个英雄 对吧 只要你想打 是肯定能打的 就看这个刷野速度 我感觉OA这个刷野速度啊 是属于中等天上的了 没有我喜欢中的那么慢 跟黄子五五开吧 当然OA的话走打野 对吧 跟上单一样 存工具人 前期自身是有伤害的 不过到了中后期 你就负责扛伤打控制 剩下的交给队友 想带飞的话 是肯定不如野核的 不过这个东西 我感觉啊 打野还真行 中路只要是个会玩的 对吧 中野联动还挺厉害的 我玩OA最怕的英雄 一个是威 一个就是威鲁斯 威鲁斯还好 最起码就有大招对吧 他还真没有输出空间 而且你只要先手的 威鲁斯是很难反打你的 威鲁斯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大招没有配合队友 第一时间把它秒掉 那后面的话 对吧 他反应过来 开大招拉扯你 那你就完了 再把因为对面有威鲁斯的缘故 我连这个附魔 我都没买石像鬼 我直接买的这个海克斯爪 这里合照的话 我们中单支援很快 再把能赢 对吧 多亏中路是个低 中路只要是个会玩的 对吧 你玩这个东西 作用就很大 如果中路是那种 对吧 现场028的压锁 那你玩奥运的话就很折磨 别忘了 七级的时候给中单打个装备 你像奥运在刚出了几天 对吧 很多人都 几乎没怎么给队友打过装备 就是你 对吧 有了被动之后 等级的左边 会有一个小锤子 这个时候呢 我们靠近队友 然后买装备 奥运就会原地打交 打的这个过程 哪怕队友走出去也没关系了 只要我们买完这些装备 那么队友啊 就可以不用灰尘 直接买装备了 当然只有五次啊 告诉他省得得用 最好是关键时刻用 对吧 就是钱够了 能买复活甲了 但是先别买啊 冲进去 假装 我没有复活甲 然后快死的时候 对吧 瞬间买个复活甲 如果你的钱更多 复活甲起来了这段时间里 你还可以再去买个金身 起来之后立马一个金身 对吧 对面无恶人 推出游戏 看看妈的是什么游戏 可惜不能出售 对吧 要是奥运的这个被动啊 能出售就好了 复活甲用完了 直接卖了 接对吧 打团吗 一套技能打出复活甲 对吧 我换个金身 我按个金身 金身的时候 我在卖了这个复活甲 我再换个缺手 我就问对面 他拿什么傻 然后前天的话 我在群里 我看到有人说 体验服啊 那个拉克斯 对吧 修改了 他那个Q啊 都可以穿小兵了 然后一技能的话 碰到人就炸 这个玩意的话 对吧 很正常 对吧 英雄的一些修改 这个很正常 但是我一听啊 对吧 他们说把这个眼位删了 我当时脑子就清醒了 然后掏出手机啊 去了体验服务 看了看 哎 还真没有眼 这是bug吗 这体验服务又整了什么bug吗 难不成要跟那个 对吧 吃鸡一样吗 排位改两个模式 人家是第一人称 和第三人称 咱们呢 对吧 有迷雾和没迷雾 把眼位删了 再把迷雾删了 就像回到家一样 以前有人说我是龙P 对吧 我承认了 对吧 我确实是隔壁的 对吧 以前我上过一百零星 他要真正不敢 我告诉你对吧 没用 我还是能适应 就主打一手蟑螂属性 对吧 在哪里我都能歪得开 你还别说啊 眼位要真没了 那节奏得飞快 对吧 没有眼位了 大家也想怎么抓 也怎么抓 没有一丝的经济博弈 全是大乱斗 主打的就是一手快摊 我看了看这个最近呢 今年的这个游戏排行榜 英雄联盟手游 就从去年 六月到现在六月 这个热度就没上我前十 所以说我怀疑 对吧 设计师要开始开皮新大陆了 说实话你把这个插眼散了 对吧 也能理解 但是你总得对吧 给辅助加上吧 把辅助的那个辅助装啊 改成跟以前的眼师一样 可以存三个眼 升级完了呢 可以存五个 让辅助前期对吧 就跟隔壁的辅助一样 去游戳再节奏 然后做视野 增加这个辅助的话语权 那也可以 你要真把眼位全移除了 我吵那就抽象了 所以我更相信 这是个bug 就算真是啊 也只是在体验服 毕竟太抽象了 类似于这个自动惩戒 对吧 也没上线 真是否呀 确实太抽象了 只是测试一下 总不能从以前 对吧 鄙视龙 然后对吧 输给龙 再羡慕龙 最后成为龙 确实不行 这样的话太丢人了 高情商 夺取王者用户 地形商 你瞎几巴改什么的 那个设计师 就跟这个威音一样 对吧 给点户队就贪烂 不过上波 人家贪烂赢了 这里对面大龙啊 我们撞个羊过去 这个抢是看能不能抢的 对吧 但是得把他们留住 不过这个温 你不会以为你很秀 欺负我有什么本事 有本事跟我们家永文哥打 你能打有个屁用 得来温两刀 算了 这个逼得来温那干嘛呢 你在一眼干嘛大哥 哇操他妈的 你打把斧子用来一眼了 你别用斧子了 你他们用勺子吧 一刀逆风奥恩就寄了 对吧 只能大招这样守暗塔 胶石棍都当不了 因为对面很容易就能把你消掉 如果是永文和杰格 这个温的话已经是尸体了 但是没办法 玩了奥恩对吧 哭着也得打完 这个玩意打野啊 是能打的 但是需要找一个大跌 对吧 二为二的情况下 只要你那个队友会玩 那么你们两个人 一加一的作用 就可能大于二 如果那个人不会玩 那么你们两个人一加一 就小于二 反正就是 对吧 单盘玩家 打野 KD较高的情况下 还是不要玩了 对吧 你还是玩野盒吧 然后这边对面远古龙 这个男枪还出来 送给我了 他应该是出来之后 不想被我撞 或者想堵着我 但是你怎么可能拦得住奥恩 这边的话 我们抢了个远古龙 这一波团 永文直接起飞 打个交情组一下 然后你看到我刚才那个虚线了没 连着刀妹的那个 对吧 我只要在那个虚线 对吧 存在的时候 我们打装备 这样打完之后呢 刀妹就可以买装备了 然后我们拿完大龙呢 对吧 我在下面带 让他们去中 等中路兵线过来了 我们从下面直接斜着 对吧 一个大招推过去 把他们赶走 这样的话 对吧 中塔他们就守不住了 有奥恩这个英雄 对面想锁高地 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非的话是有牙索 波龙沙米拉 不然的话 对吧 一个大招强开 他们只能让开 让开的时候 你们就点塔 保底是可以 对吧 拿个高地的 当然 这把能赢是有一些戏剧性 正常来说是输了 只是对面这个远古龙 开极了 让我给抢到的 所以说不是我邀功 这一把真的 没有我输定了